我一直以为那个是韩剧里面创造人物 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样子的疯子 真的就是疯子 嗨来来来来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又是社会议题的指示单元 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主讲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子呢 是有一个真实案例改编成韩剧里面 如果你们有看过 《模范计程车》这部韩剧的话 不知道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 最后有一个公司 他是使用女性被偷拍啊 等等的影片牟利 然后头发都会染成像红绿灯 这样子的一家公司的这个人物 我这时候看《模范计程车》的时候 觉得超气 然后觉得这个人太扯 怎么会有这种垃圾 但我一直以为那个是 韩剧里面创造人物 但我没有想到他是真的 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真实案例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VDISK这家公司的老板 杨正浩会长 2018年的时候呢 有人给媒体曝光了一段非常惊人的影片 内容呢 就是有一名男子疯狂在殴打一个年轻的男生 并且逼他道歉 年轻的男子被打到跪下道歉 然后已经哭了以后呢 杨会长还对他说你哭什么哭 这影片迅速的就在网屋上面 跟新闻媒体传开来 比如叫做 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这种事件 就是在讲以上对下的欺压这种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就开始去挖打人的这个杨会长 他的来头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对一个年轻的男子 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以及为什么那个男生听他话 以及整家公司里面 所有的人为什么都静悄悄的 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影片流出来 就做出这样子 你必先做出这样子的 你真正常说 你也Jeに人一起做出来 你那么立大人 你确定出来 你还真正正在 你 »,某种自然的 你�然什么狗 你什么事啊 你什么事啊 欧洲人 你不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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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穿 做事我怕你偏穿 放了你做的事 你更有著 omyình就不 count 你最有的 後來呢知道這個影片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有一個年輕男子呢他本來是VDISC這家公司裡面的工程師 後來呢他離職了以後在別的地方一樣當工程師工作的時候他到VDISC的留言板上面呢 去留了一段留言帳號名稱就稱自己為楊正浩也就是楊會長的本名他就在講說什麼這公司很爛啊什麼之類的諷刺公司了一頓楊正浩會長呢就以以冒充我的名字我要以法律來把你叫上法庭等等為由聯絡了那個人了以後逼他來公司道歉所以對方就來公司道歉而那個員工到了現場以後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影片遭到了辱罵跟毆打至於為什麼會有這個影片流出來呢 得知居然是這個楊會長他主動叫員工把他拍下來他說他想要把這段影片呢增長起來這件事情迅速的展開來了以後呢大家就開始在挖這個楊會長他的來頭到底是什麼 現在就會提供非常多實際上面楊會長被人家曝光出來他所做的一些惡劣的行為第一個呢他在公司裡面的時候呢公司會有那種他們叫workshop集體一起到外面住個兩天一夜這種的訓練 這樣子那大部分就是為了要增加公司的團結性啊彼此之間的熟悉度這樣子那也會針對你可能是特別比如說專門做marketing的啦那他們就會做一些marketing的腦力機當活動等等這些都算是workshop裡面的內容 這楊會長他之前呢就是會帶著員工去workshop可是他們的workshop是在幹什麼呢他會逼跟他一起同行的員工用射箭的方式去射火機或者是用武士刀砍被丟在空中的機做這樣子的事情然後如果員工沒有辦法做到的話他就會逼員工直接用短刀把機給刺死 三堆 你吃饭了 就說這顏色很漂亮耶 今天染成這個顏色 在他的淫威之下 他們就是真的頭都會染成各式各樣的顏色 這個楊會長就跟我翻計程車裡面一樣 他會騎著那種電動的移動的那種車子 在公司裡面穿梭 除了這樣子之外 他還會帶著BB槍 他們是說看起來像真槍的BB槍 就帶著那個槍 一路就掃射 比如說在工作的員工他就射他 或是在開會的員工他也會走過去 就射他幾下這樣子 然後以及 他會比如說聚集大家一起吃飯 突然之間他就說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然後就逼大家一次要喝500cc的啤酒 就是要整個這樣子轉一輪 你就是要一直喝 喝到不管是吐 或者是喝到暈倒 或是怎麼樣 他都不管 你就是要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不可以讓那個斷掉 又或者他會在聚會的時候呢 要求說誰都不准去上廁所 要去上廁所的人 就要繳10萬塊錢的韓幣 但同時之間又逼大家喝酒 所以就會變成說真的就會有人 寧願他付那個10萬塊他也要去上廁所 這樣子的狀況 這個案子呢 大家就會一直去抽屍剝繭 這個楊會長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跟Vdisc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好像Vdisc的網站還在 如果你進去看了以後呢 他就是一個有點像是 討論區 各式各樣討論區的那種 刊版的一個網站 但是呢 在警方調查介入 跟有越來越多人出來爆料以後得知 Vdisc表面上是一個討論區的公司 但是實際上呢 它是一個色情影片的網站 就如同模範計程車裡面 他們就是整個公司呢 在這些非法的 比如說偷拍的影片 還有A片等等的這些影片 他們都會把它拿來上傳到公司 報告欄的網站上面 表面上面是Vdisc的網站 但是實際上呢 這個楊會長他為了避免法規呢 他還另外開了一家公司 叫做奴隸井 奴隸井的這一家公司呢 就是專門指養這些寫手們 也就是我們在 模範計程車裡面有看到 他們有另外在開一個小小的房間 然後裡面有一群人 就是一直在上傳東西這樣子 奴隸井裡面的人呢 就有出來爆料了 詳細的他們的工作狀況 他呢 就是找了一群人 到了這家公司了以後呢 他會先確認一下 這一些人是不是很有進取心 所謂進取就是在公司裡面 想不想在升職啊這樣子 他就是裝了一些 剛性社會的年輕人 然後就會給他很多的利誘 就是跟他講說 你好好做啊 你好好做 我一定會讓你升籤賺大錢這樣子 奴隸井這家公司 是由會長直接管轄的公司 所以對年輕人來說 是很大的誘惑力 覺得哇 我就黏在公司裡面 最高層的機密會館裡面 工作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呢 在裡面的人都會互相爭取 想要示範自己的忠誠度 所以他就是有集中這幾個 年輕人一起工作 那他們做的方式 就跟這個模範機 裡面真的一樣 他們會發給他們一個USB 那個USB一定要插到電腦上面 以後你打開電腦的時候 畫面才會變成是公司 是專門的作業系統 如果沒有那個USB的狀況的時候 你打開電腦 電腦就是非常一般的Windows系統 他們進去了以後 每一個職員呢 大概要管理300個到500個帳號 然後這300個到500個帳號呢 就是由奴隸井這家公司裡面的人 他們就是會用不一樣的ID的名字 但是同樣的密碼 一直換帳號 換ID去上傳這一些性愛影片 其中有很多是真的是非法的影片 包含強暴強姦等等真實偷拍影片 廁所偷拍 他說他們最大宗叫做報仇性愛影片 也就是男女朋友分手了以後呢 男生呢可能會表示自己有前女友的 性愛影片或者是一些裸露鏡頭 比如說女朋友在睡覺的偷拍等等的 然後將這些影片上傳到各大的報告欄 而奴隸井這裡面的工作的人 他們會到各大所有 國內外全部的報告欄裡面 去挖這些影片 並且把它購買下載下來 通常這些影片呢 在國內外呢 也都是會在一些需要收費的報告欄區 所以他們公司就會花錢 進入這些收費的報告欄區 把這些影片全部收刮進來 收刮進來以後呢 會建立他們公司內部的資料庫 然後這些資料庫裡面呢 他們每一個人有300到500個帳號碼 就會切換一直切換不一樣的帳號 然後一直上傳這些影片 出來爆料的人表示呢 復仇型的性愛影片 一直都是他們的網站裡面最賣的一個商品 因為他們的整個網站 看這種19斤的東西 就是需要付費會員 上傳或是下載 也都需要付一些 他們內部的機制的一些費用這樣子 他們公司就靠這個賺錢 所以基本上它是非常低成本的 他們不停的去洗這個報告欄 不停的賺錢 三年就賺了400多億的韓幣 而這300個到500個帳號呢 基本上你在申請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這家公司呢 是專門只做這個上傳下載的 楊會長又另外開了一個公司 專門提供一些技術給他們這邊 其中的技術就包含說 OK你這邊申請帳號等等等等的 這邊呢就會立即幫你審核通過 不需要有真實名字 也不需要有真實手機號碼 不然一般在韓國 你在網站裡面申請的話 都要實名認證 他們都可以不需要這些過程裡面 就有非常非常多無數的帳號 那他們每一個帳號呢 申請好了以後呢 會轉換他的IP 讓他的IP就是跳到海外的 這個技術也是靠另外一家公司 以及每一個帳號 他們只會使用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之後 他們就會把整個帳號 是從這個網站裡面退會員 讓整個ID不只是閒置而已 而是真的從這個會員裡面退出 可是在退出之前呢 因為他上傳影片以後 人家要看他影片 是不是要花錢跟他買跟他下載 他的這個帳號裡面 又會有很多的錢 這些錢要重新再洗回去給公司 所以呢 這個帳號又會再跟這個網站呢 購買很多 比如說標題置頂啊 標題鮮明 放大字體 顏色字體 等等這種非常沒有用的功能 其實他就是 再把這個帳號裡面的錢 全部再洗回去給公司 他們每一個工作的人頭呢 一個月就可以幫公司賺到 10億韓幣 Cossey White的新品 那如同韓劇裡面呢 主要的導火線是有在講說 有一個女生 她因為前男友偷拍的性愛影片 不停的上傳到這些布告欄 然後又不停的到處被轉載 因為受不了這個壓力而自殺嘛 其實這件事情是真實的 在這個網站上面有發生過 有女生就是不甘其擾 影片一直被上傳 而最後就是自殺了這樣子 裡面出來爆料的人就有講說 其實他們會有接到像這樣子的電話 就是有女生 她的性愛影片 然後被放到這個網站上面 然後打電話來跟他們哭訴 邊哭邊講說 可以拜託你們把那個影片幫我刪除掉嗎 我真的就是很辛苦 真的太痛苦了這樣子 然後他們接到那電話以後 他們一律的回覆都是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經營那個平台 我現在可以幫你刪除掉 但是呢 如果有別人再把它上傳下來 我們沒有辦法給你保證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刪除掉 她這樣子講 可是呢 其實公司 他們就是專門在上傳這些影片的啊 他們會這樣子回覆給這個被害者之後 把電話掛掉以後呢 出來爆料的人說 接著你知道我們會接到什麼指示嗎 接到電話完以後 電話掛掉以後 那個部門就會馬上傳一個指示來說 我們快點上傳哪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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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的那個影片 那個女生就是打電話來了 就代表她的傳播率很高 所以她覺得是很有賣點的影片 很有人氣 大家很喜歡影片 趕快再上傳 這一家像奴隸景的公司 或者是提供技術的這個公司 他們兩家公司的名字 都不是楊會長的名字 楊會長就是有點像 股東這樣子的身份 背後的藏鏡人的感覺 掛名就還是掛另外一個名字 並且也沒有說 他們兩個是同一個老闆 他們所有的技術提供呢 都是以合約 有合約寫 他提供了什麼樣的技術 給這家公司這樣子 所以表面上面看起來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公司 但是被挖出來 其實兩邊就都是楊會長在經營的 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規避法律責任 最後這件事情被爆出來以後 這家提供技術的公司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法律責任 因為在檢察官跟警方 他們到公司去查的 三天前 他們就收到了線報說 警察要來抄這裡了 他們就已經把所有 有可能會變成 關鍵證據的硬碟等等 全部都把它格式化 format掉了 那這一邊的公司呢 他們後來因為違反這種色情 等等的這些法律呢 他們就被罰了七百萬韓幣 那你們知道 我剛剛講說 他們三年是賺了四百億韓幣 然後現在他們只被罰了七百萬韓幣 那這個楊會長呢 他之後還有被控告一些 比如說他性上的女職員 比如說B女職員 坐在他的大腿上面 然後一起看A片 或者是他有打老婆 而且他會使用毒品 他自己使用毒品完之後呢 打完老婆 會再逼老婆使用毒品 那也有推測講說 他染那些頭髮 其實就是想要去洗掉 使用毒品的證明這樣 最後 這件在2018年所發生的事情 在2021年的時候 得到最後判決是 楊會長被判了五年 可是 關於性犯罪這一部分的判刑 還沒有出來 那因為這件是2018年的 2021年定驗他五年的話 他應該就是2023年就可以出來了 所以大家就有在討論說 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而且其實他做的這個網站 間接上 其實真的導致於 很多女生可能就是自殺啊 等等的 這些事情呢 都沒有辦法定他一個罪這樣子 這個楊會長他在被抓到了之後呢 他其實有出來道歉 那我有準備這道歉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我覺得他完全 絲毫無回憶 他道歉可能感覺只是一個刑事上 就是可能他的律師跟他說 喔你要道歉 對於社會形象比較有幫助 等等的道歉的感覺 對 那其實我很少做這種很破碎的案子 這個案子算是十分非常破碎的 沒有什麼一個賣流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那時候看《魔法計程車》這個韓劇的時候 我真的完完全全 沒有想到世界上有這樣子的瘋子 真的就是瘋子 而且這個瘋子還非常非常的囂張 然後沒有道德意識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悔改之心這樣子 形式作風非常的誇張 所以其實我煩惱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做這案子 但我覺得這個案子 實在是讓我太震驚了 居然有一家公司 他使用這樣子的方式 是牟利 而且他2023年可以出來 他的網站到現在 都還是以一樣的方式 正在牟利當中喔 對 所以就還是決定分享一下 這個很破碎很簡短的案子給大家 也想要提醒大家 因為他有講到說 他們這整個網站裡面 最大宗就是復仇性愛影片 也就是男女朋友分手了以後 男朋友把以前跟女朋友的性愛過程 或者是女朋友的裸露影片 傳到上面去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大家不管再怎麼恩愛 也就是要記得 千萬不要留下像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你不知道 你的未來人生會怎麼樣 就是再怎麼恩恩愛 也不能確定的 另一半一定是一個很有良性的人 女生一定要好好的保護好自己好嗎 以上就是我為大家所準備的社會時事單元 如果你覺得我們分享不錯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加入我們的兒子教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是台灣妞 掰掰 就是讓整個ID不是只是閒置而已 而是女生 然後他其實有出來道歉 我拖車 哇 就是 如果 你看